我们今天生性业果的部分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 《杂宝藏经》第七卷的第九十二则 有一个二比丘见其业多得生天缘 这也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我简单地说一下 他那时候说在南天族 印度南方有两位比丘 他听说其业多尊者 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的 其业多尊者大阿罗汉 他有非常殊胜的功德 他们就来到寄兵国 想要拜见其业多尊者 后来他们就到了一个小山前的树下 发现有一位看起来很憔悴的 像是有生病的老比丘 在厨房的灶前在烧火 他们两位比丘就请问 这位正在烧火的老比丘 说请问您认识其业多尊者吗 那那个烧火的老比丘说 我认识 然后他们就继续请问 说请问那位尊者 他现在人在哪里 那烧火的老比丘就跟他讲 在往上走的第三个山洞 你们沿着山坡往上走 第三个山洞就是他住的地方 那这两位比丘呢 就听了这个烧火比丘的引导 他们就沿着山坡爬上去 爬到第三个山洞 进去一看 就是刚才那个烧火的老比丘 然后那两位比丘就觉得 好奇怪哦 就是你才在下面跟我们讲过话 怎么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爬上来 你已经在里面了 那那个老比丘知道 他们在心里想什么 老比丘就说 哎呀 因为我就是被人家 尊称为企业多尊者嘛 我有这个名声啊 所以我有 我稍微有一点能耐 可以比你们先来到这个山洞这样 所以那个老比丘 他也自己承认 他就是企业多尊者 那里面就有一位比丘啊 就很好奇地请问企业多尊者 说您的功德这么大 大家这么敬重你啊 那您为什么还要 刚刚在那个厨房里面烧火呢 这样子 企业多尊者就跟大家讲 我其实是因为想到 我过去在死生轮回里面 经历的那些痛苦 好 就会觉得说 只要我的手脚还能动呢 我就应该认真的 尘世常住 为僧团做事 累积之良 如果说僧团还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比如说帮忙烧火 还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我当然要努力地去做 这样 那两位比丘就请问尊者说 不知道尊者 您是思维到 死生轮回里面的哪些痛苦 尊者就说 我记得 因为他已经是阿罗汉嘛 所以他记得过去生的事情啊 我记得我过去曾经有五百生啊 我都是投生在狗当中 我都是投生在狗当中 非常的穷困 非常的饥渴 一辈子都在饿肚子 当狗的每一辈子都是 整整一辈子都在饿肚子 只有两个机会 我可以得到饱足 我可以吃饱 那两个机会呢 第一个 有一次碰到一个罪人 喝酒喝罪人 他吐了满地 他吐了满地 然后他吐了满地的那个碎物 那个污秽的东西呢 我那时候当狗嘛 我把他都吃到肚子里 那是我唯一一次 饱肚子的经验 还有一次饱肚子的经验 是我最后一次饱肚子的经验 什么叫最后一次饱肚子的经验呢 说那个时候呢 那他跑到 他当狗嘛 然后他跑到一对夫妇的家里 那个时候呢 先生在农田里面工作 然后太太在厨房里面做饭 然后呢 后来做饭的这个妇人啊 因为有一些事情呢 就稍微出门一下子 然后呢 那个时候那个野狗呢 就跑进去 偷那个厨房里面 正在煮好的食物 但是因为装食物的那个容器啊 可能是个瓶子啊 那个容器的口很小 所以呢 那个狗啊 本来饿得很厉害 所以他的头也很小 他就把头整个钻到那个容器里面 让他开始大吃 吃得很饱之后呢 糟糕 吃完之后身体马上就胖了 他的头就拔不出来了 好 结果呢 那个时候呢 他虽然吃饱了 但是呢 那个坐 在田里坐活的那个先生啊 回到家里 本来肚子饿要吃饭 发现 饭放到那个容器里 被这个野狗的头吃掉 那个野狗头还在那个容器里啊 非常生气 就把那个狗的那个头砍断了这样 那个狗当然就死掉了 所以虽然吃饱了 但是死掉了这样 哇 那那两位比丘 听到这个已经赠阿罗汉果的齐悦多尊者啊 跟他们讲过去生 在轮回的恶趣里面受苦的这种状况啊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策利 所以他们透过齐悦多尊者的引导 也都挣得了出国 也都挣得了出国这样 那很多经论都在告诉我们 就像我们刚刚也学到的 我们在过去的无限生命当中啊 一定绝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恶趣里面受苦 好 那恶趣 最轻微的恶趣就是畜生 但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 你稍微观察一下畜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刚刚说 凤山寺这附近有坟场 那边有很多野狗 但是 你只看到这个年轻力壮的野狗 老的跟小的都被吃掉了 然后后来我们在 湖山分院这边啊 因为靠近山的关系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野狗 有的时候感触就很深 有的时候那个母的野狗要生产啊 它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生产 要不然它跟小狗都会有危险嘛 不知道会不会被其他的野狗 还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 他们就钻到我们寺院 因为我们寺院有很大的这个 很大的庭园 有很大的庭园啊 有很大的这个草地啊 然后他们就钻到这个凉亭的地板下面啊 是草地啊 然后就把小狗生出来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突然就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 湖山分院的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角落啊 石头下面啊 还是凉亭的木地板下面 突然发现有一窝小狗这样 然后其实母狗一直都很紧张 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的安全 他要保护小狗的安全 虽然法师不会伤害他们 但是他们一发现 那个母狗一发现 有人发现了他生小狗的窝之后呢 母狗接下来做的事情是什么 知道吗 他就一只一只的很辛苦 再把小狗叼走 叼到别的他觉得安全的地方 我有一次就看到 其实这只法师很关心 因为我小狗怕他们没东西吃 还在想办法说 怎么样丢一点东西 让那个母狗有东西吃 可以给小狗喂奶 但是母狗一看到有人来 他又开始 把小狗一只的叼走 而那个母狗是有受伤的 他一边叼到小狗 他的腿还是瘸的 他有一只后腿 还是非常行动不方便 但是我看到我眼里 我觉得真的是感触很深 就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到的 恶趣的生命就这么痛苦了 好 那更何况是地狱跟恶鬼 可是轮回里边的生命 无限生命里边 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恶趣里 多到恶趣的像大力度 回到善趣的像爪上成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自己现在拥有的这个人生 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几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加拿大 有一段时间 在我们这个冬天 有一群法师住的地方 那个我们的窗外 我们的窗外 常常有那个 那个碗熊 跑来敲窗户 敲窗户 就是讨食物 碗熊很可爱 大家都觉得碗熊很可爱 然后他们冬天找不到食物 没食物吃嘛 他们就跑来敲人类的房子 这样 然后呢 可是又很怕人 所以他敲了房间的门 敲了玻璃门 我们把门打开之后 他们就跑得老远 然后看到我们丢完食物之后 我们把门关起来 他们就小心地跑过来 再把食物抓去 拿去吃这样 那里面呢 有一只特别小的小碗熊 可能是一出生 就跟母亲分开了 不知道他母亲是不是也 也被其他的野兽吃掉了 就是那个 披岛那边没有大的猛兽 但是还是有狐狸啊 还是有狐狸啊 类似这些会吃碗熊的这些 狐狸啊 蛟狼啊 这些会吃碗熊的这些野兽 没有大的猛兽 但是还是会有这样子野兽 所以那个小碗熊 其实是 他也跑到我们的住处 跑到我们那个玻璃门外面讨食物 但他其实只能喝牛奶而已 他也没办法吃太多固体的食物 后来呢 那时候我的老师的父亲 他非常的慈悲 他就想办法买了那个 从外面买了那个 平常那个喂养动物的 那个专门喂养动物的那种奶粉 每天都把用 就用温水把那个奶粉调好了 调好了这个一碗奶 每天都放到门口 等那个小碗熊来吃 那个小碗熊也都每天过来吃 很乖 看起来很可爱 特别可爱 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碗熊 可是后来有一阵子 隔了几天都早 那个小碗熊都没有出现 那个小碗熊都没有出现 然后呢 我的老师的父亲 他就很担心 不知道他是不是出了什么危险 这样 隔了几天之后 我们很高兴看到他又出现 又跑过来喝奶 可是那个时候呢 你隔着玻璃窗 你就看到呢 那个小碗熊的头部显然受伤了 头部显然受伤了 靠近耳朵的那一块 很明显的是被咬伤 而且有一部分的皮毛都不见了 这样 很小的小碗熊 这就是我们讲的 恶趣的痛苦 这些圣者啊 成就者啊 他们就是看到了 死生轮回的痛苦 就会撤立自己说 在我还有人生的时候 我要努力照善 努力修行 努力地回向 所以齐悦多尊者 他来视线说 他已经有了那么大的名望 他有了那么大的威德 他已经证得阿罗汉国 而且他还生病了 但他只要觉得 他自己能做的呢 他还是很愿意地 为生团的大众烧火 服务大众 累积之粮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好 那我们今天的学习 就进行到这个地方 我们做回向 记得哦 像这样一场听法 也是很珍贵的善业 很认真的回向 愿此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有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感谢观看